从小在农村生长 亲身经历了播种的这个希望 收获了这个喜悦 在每一次呢 有机会的时候 可以说我都能抓住这次机会 取得不错的成绩 白神雄29岁 展新人西安音乐职员 本学学历 音乐教育专业 大家好 我是白神雄 可以叫我大雄 更容易记些 出生并成长在 陕北黄土高原的一个小山村 曾经小山村的交通信息不变 但是没有阻挡我对音乐艺术 追求的脚步 我的求职方向呢 是与音乐艺术演艺方面的 这样一份工作 台前幕后都可以 谢谢 神雄你 你平时说话就是这样的发音吗 对 还是你在使劲 平时就这样吧 对就这样就好了 就是你不用专门的用播音的那种语气说话 因为这不是电视台招播音员嘛 对不对 稍微放松一下 神雄 好吧 你今年29岁 所以你大学毕业也已经有五六年的时间了 对 从事工作六年多了 六年多了 你都做过什么工作呢 我的第一份工作在校园里边出来的 当小学的老师 做过小学的音乐老师 是什么样的小学 明办的 不是明办的 是公办的农村小学 公立的农村小学 对 这个学校有三十多名学生 就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富士教学 比如说一三年级 他的一个教室 二四年级就在一个教室 明白了 我当的是音乐老师 做了多久 做了两年 近两年 我离开的原因就是 很偶然一个机会 我们线电视台 在招聘这个新闻播音员 然后我就报名了 然后你在线电视台还做过播音员 是 播新闻 播新闻 是的 播了几年 一年 播了一年 对 然后又离开了 是 为什么 在我们试台成立了一个广播电台 成立了一个交通音乐台 然后呢 又招组 当时同时在举荐我去 去推荐我去报名 然后就报名了 报了八十多个人 最后聘了 这个录取了八个人 我就是其中一个 做了多久 两年时间 两年时间 然后呢 天津这边有一个公司 它有这方面适合我的工作 是什么工作 现在最主要就是从事这个策划和演绎都在做 策划和演绎 有时候也上台 以及系列活动也组织策划 又组织演绎 有时候也上台 还有演绎活动的策划 对 这是现在的这份工作 是没错 正在做 对 而今天你又来到了非你莫属 你是打算什么时候辞这份工 这找到了就辞 对 要不我讲我可以做什么 看各位报子他们有适合做 我适合我做 先不说你可以做什么 先说你现在理想中你要找的那份工作 因为你换过很多嘛 对吧工作 做什么 比如说演艺方面歌手 以及主持 以及台后的策划一些工作 这些我都可以做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隐隐于一直有个感觉 我觉得他不实在 他没有讲实话 各位 你们的选择是让他继续 还是离开 请选择 你们速度也太快了吧 现在有三位留下 其他都走了 我觉得他对一个企业没有忠诚度 一个人 你有再大的能力 对一个企业没有忠诚度 还没有离职的情况下 就来找另外一份工作 我觉得你不适合我们企业 但是 美侠咱们实事求是的时候 大家不都是骑驴找马吗 咱们没有上面先把驴 咱们不带那个 先把驴踹死的 然后再去找马 这个要给求助者说一句 我觉得现在大家的经济条件 远远没有到达 先辞了工作 在家坐着找工作 这种经济条件 这种是很正常的情况 我挺这种情况 不不不 我觉得啊 但是 但是 会否 但是会否 你可以骑驴找马 但你不能在这样一个 全国播出的节目上面 去这样做 这样对你原来的 对你原来的公司伤害 是一种不尊重 那么就是说 他现在去面试另外一家公司 不登上非您卧书的舞台 就是尊重先骨主 那不是掩耳盗铃吗 所以有时候 该掩耳盗铃的时候 就要掩耳盗铃 对吧 因为你要保持在社会上的一个 做人的一些原则嘛 你对你原 就是先骨主的这种尊重 还是必须的 好 就是你现在老板 看到你站在这个舞台上 他心里会怎么想 我想呢 如果我现在老板 看到我在这儿 最起码现在有几位 三位 三位 非常成功的这样 boss的肯定的话 他也会非常肯定 自己当初选择这个人的 自己的眼光 哇你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 你的意思是 然后你是用这个东西去看 你看那边 已经有仨公司要我了 你给我加工资 你不给我加工资 我就去了 不会这样做的 那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一会儿他们仨把灯都灭了 你的老板还看到了这个节目 你在这儿也没找到 驴也死了 没事 我相信我会找到适合我的 能够充分发挥我自己 就即便他们仨不要你 换句话说 他认为他骑过的都是驴 他一定要找到马 我提个悖乱 两句话 第一句话 人家要现在辞职 然后找工作 跟家做两个月 你说人家 你考虑的太不周全了 太没有家庭责任感了 你老婆快生孩子了 然后你先辞职 在家里坐着找工作 人家骑驴找马 你说人家对前骨主不负责任 我们做老板 以前也做过员工吧 我们做老板 这确实美费劳动法的 如果你没有提交离职报告 你有一个离职时间 但是你要知道 劳动法规定的是 他们没有解除 劳动核重之前 不能签署新的劳动核头 你一定没有在 大公司工作的经验 不不不 你一定没被FOSCO管 你大错套 还有500强从业经验 如果你在FOSCO上过班 如果你在500强上过班 FOSCO一定会给你 一个离职申请报告 那个是我面试好工作 再跟公司提一职 面试是可以的 面试是可以的 每方给我发出意想 但是有一点 大多数老板会反感这种事情 我说你们一句话 所以现在请那些开马场的老板发言 我说你们一句话 各位 人在呢 你们因为人家的事打起来 人在呢 等人不在 你们在 稍等 惠普我再说你一下 惠普你一定要情绪平静一下 你不要忘了 你来自喜鹊网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不过人往高处走啊 也是人之常情 也是人之常情 谁都期待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发展 这个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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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断一下 打断一下 因为我太好奇 你一上来 这一嗓子真的很惊人 哎 有没有试过再生个 生个八度 可以可以 再试一下 我们一讲老师 好 小白 所以人家不是随便就说可以坐台前呢 那唱的歌唱的是蛮好的 我还有个担心啊 我决定要你了 你会 你原雇主突然给你加了很多的工资 现雇主 又会不会又不去了呢 很高的工资 我说话很算数的 谈好了就谈好了 谈好了就说定了 说定了就算数了 王刚你别着急 还没跟你谈呢 好吧 王刚是怕从马又变成驴了 对我也变成驴了 来 惠普 我今天特别奇怪啊 在你往台上一站的时候 当你说你会唱歌会主持的时候 我一直有一个大问号 就你从头到尾极度的落寞 我不知道用这词用的准不准 落寞 他觉得你有点 我说 落寞的原因有没有 有点颓 有点颓 有点落寞 对 一切都没有希望的感觉 什么东西让你那么绝望 一点点都没有绝望 谁说绝望 其实我也有个问题 就是说你在你的人生当中 你最有热情 慕言 先回答我的问题 不是给你补充一个问题 补充啊 最有热情的那个时刻是什么时候 我最有激情的就是在舞台上唱歌啊 特别是唱 在舞台上 工作当中 工作当中 曾经我给一些 起事业单位 做一些比如说庆典年会 当我在底下指挥台上的所有的舞蹈 所有的什么剧物 所有的演员 按照我的要求来 最后在表演的时候 我感觉很有成就感 我很高兴 我很 我觉得很开心 组织一个成功的活动 很兴奋 对 陶老师 你给小白一些建议 小白有点上来人没怎么着呢 他们就劈头盖脸的 其实我想说惠普是因为你太激情了 所以你看到稍稍没有那么激情的人 就是绝望 那我觉得他的 说的好 他的眼神里边 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茫然 你到底想做什么 但是你始终给我们大家的感觉是 你就想脚踏八条船 只要能踏中哪条都成 可是这样的话 反而会让你哪条船都站不稳 哪条船都站不住 你之所以会像那个惠普说的那样 没有就看不到 吸不到快乐 是因为你内心里的那个野火的种子 你把它悟得太紧了 你自己讲你的经历 我断定你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我其实还蛮想问你的 你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是成为一个歌星 歌唱家 艺术家 还是一个名人 小白 其实很明了的 我前面这个路 我想通过这些积累 包括我学的这些东西 然后寻求机会 然后变成什么 变成完整的一个作品 我有一个问题 因为在我资料里面说 你之前的很多工作都是参加比赛 或者参加不同的节目所得到的 是 是吗 是 比赛吧 比赛更多一些 所以你今天上来这个节目也是为了这个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今天你上来这个节目 其实你得不到这三份工作不重要 重要的是通过这个节目 让更多的人认识你 然后于是你有更好的机会 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不完全对 哪部分对 觉得上这样一个节目 是有更多的人知道 有这样一个特别热衷于 陕北民歌的吧 能唱陕北民歌的 这样一个小伙子 一直在从农村跑到这来 不容易来唱歌 明白了 他讲完之后 我想问一下 这三位留着灯的老板 信念的感受是怎么样 这是现在我要问他们三位的问题 接下来三位 在小白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 你们选择 让他继续 还是离开 请选择 为什么 我能说句话吗 你能 其实我刚才问你这个问题 就是你最有热情的那个时候 但你讲这个事的时候 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一点点光芒 但并不多 所以我想告诉你一句话 就是人生最大的破产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打断一下 我能先说完吗 今天呢 我很高兴 也很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 跟各位非常成功的boss 在一起聊天 我不希望这个节目播 对不起 再见 对不起 谢谢 杜瑶的小说 人生写的高嘉林 和红与黑的里边的鱼连 鱼连 很相像 没错 没错 我们的担心真的不是多余的 所以说我们 我们做了正确的选择 不只能这么说 王刚当时你在选择灭灯的时候 你的理由是什么 最后他那 有几句话 他觉得他上了这个节目 能够让更多的人 看到一个从农村起来的小孩 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确实像于脸 其实我 我想 我在看到他之后 我真的有很多话想要说 我觉得从农村出来 一点都不丢人 从农村出来怎么了 我们多少人都是从农村出来的 我们很不容易 所以我们应该有这个骄傲和自豪感 这不是我们自卑的理由 其实谁没有职业梦想 谁不希望自己的职业更好 但是每一步 可能都需要再完成自己既定的工作 和把自己现在这一步 走好的前提下 才能去往前迈 也许这就是我的感受 我不知道我的感受是否准确 但是我希望 能够和更多的朋友分享 我也希望这位求职者的故事 能够和大家一起来讨论